还能去得威吗 去了我他妈也没什么用了 不去吧 明天淘汰吧 明天淘汰也不是不能接受 当然去了是最能接受的 淘汰也不是不能接受 主要是实在走不远 淘汰了也能接受吧 并不是说我想 想得好 也好远 好短的吸力 如此不入流的风格 搞不定了 卡多人卡得还好 难搞 给他晕了两下 对线对不过了 打无线还是不能被他晕晕两下 别人也尝试过 但只有我 double game 是 咳咳 确实去了之后陷下PK的 没什么必要的 太容易内讧了 气氛不对劲 我感觉没必要打 明天走个过场算了 反正打过了明天也去不了 不所谓的 我们调整不过来了 不过来了 艾克要抓我 没啥办法 这个W晕不住 有了扭去的不知道怎么晕 晕不住呀 真难晕 被抓烂了 抓了就不先对不过了 打野真的恶心 打野在我就没有个好的体验 打野烦人呀 打野烦人呀 打野烦你啊 烦得你兵线不舒服 他还在蹲着 你一手 我只能说一句 我玩不自在 哎呀 这个线这么难受 我没有打野 没打野 我这不可能打得过呀 我挡他啥 我都打不过他 这我打得过 这兵脑子瓦特 这兵脑子瓦特 我Q他全被我挡住 什么情况 我还想我怎么打打不过呢 这个B 他找出了一个 不可能输的方式 好逆谱 甚至他最后一刻 还是能赢我 但这个他不会赢 他找出了一个 不可能赢的方式 这么贱 他找出了一个不可能赢的方式 好奇怪 我都不知道 我这不该怎么赢 那这个武器 他用了一个很 很愚蠢的操作 然后我就赢了 但是我被艾克搞那么一下 我上行速度变慢了 亏那么几只兵 别人也尝试过 但只有我成功 我走多蛇不太好用 还有闪 但用了没有 准备去死吧 还真是全高个人能力打过来 抓一下害伤了 奈何这把能跟我个人力差得很远 我都以为我炸了 没想到他们这么这么烦 这版本是个没有演员的时代 可以玩的开开心心的 也不是没有演员吧 你可以想成没有演员 因为演员这个这个点的分 他没什么价值 不是我打失误了 这个点的演员分没有价值 所以应该是没有演员的 计言赛是不是跟那个 赛季初你才能挂钩 应该是挂钩的 计言赛打的应该是有点用的 但是肯定跟赛季末没在比 这版本今天是个吸血的版本 参与九个时候吸血增强百分的四 攻击力也增强 感觉老老师都买点攻击装备 战斧不比三向攻击高多了 而且吸血也多一点 应该还是战斧的 三向剑击回不来 我只能说三向剑击回不来了 根本就没有用他的配件 他的配件做出来没有用 已经死了 这个装备 好吧 只能说三向已经继了 战斧太契合剑击 我们两个9级对面两个7级 三人线拿优势确实舒服多了 但是你也是的 你也难受多了 还行吧 等什么时候霞果军有赏 有悬赏了 就有人玩了 霞果军没悬赏 没人玩 有悬赏 之后就有人玩 青龙拉最多第四件出吧 前面几件出太弱了 没有什么攻击力 冰拳不是不能出吗 冰拳是哪我都不知道 冰拳好像不能出 冰拳还是神话装备 冰拳应该不适合这几件出 冰拳应该不适合这几件出 这几件只需要攻击力的 冰拳应该不适合这几件出 这几件只需要攻击力的 实际几件衣服 那些帮名 глаза 冰拳应该什么 冰拳应该挺难受的 打野能受,線上就舒服了 色雷師玩上單了 原神這遊戲玩久了,影響意識的狀態 我感覺那拳頭CEO完全就是在亂講 之前我有一段時間玩原神玩得很久 路上都玩得比較少,結果發現路上都菜成狗了 這拳頭CEO說黑話的 可以這麼低 劍技被害人勾中的時候是可以放DW 可以放 那他怎麼多灌呢?天賦好呗 天賦強呗 不能按照每一個人都那麼能算 我之前玩久了就玩得很菜 我現在基本上每天就玩那麼半個小時左右吧 任務啥的都不想做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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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